上回书说到六河门的少门长 钟离玄 带着二十几条大船 杀到了阳江三套 这钟离玄怎么来的这么快 因为头天 在卧龙铺 钟离玄跟左梁大战 没抓住左梁 冯尊也让人救走了 钟离玄马上传下命令 七十二家连环铺全身备战 然后调动了二十几个铺子的兵力 六河门的主力 八仙堂的费德荣 还有峨眉山的七太宝 准备杀本昆仑被 消灭宋军 那么这时候呢 楼楼兵突然间前来禀报 说左梁这些人逃到了后山阳家 阳将三套要返 中离途就带着中离远 中离治 率领这些战船 就奔了阳江三套 中离玄一想 这事可不行啊 左梁要真到了阳家 他们勾结在一起 老阳家哥们有个人缘 在串通别的铺子 七十二家连环铺 要闹个窝返 可叫坏 所以他立刻把前山就交给了老道周舌 让楼楼兵封锁全部路口 杀奔了阳江三套 一阵清风扫进摩鲁空 一看来的船太多了 只好退到了岸边 这时候中离旋的船队停在水面上不动 他站在船头上 往岸上一看 二帝中离徒 正跟左梁杀在一处 中离玄看得出来 虽然说二帝屡历过人 但是跟左梁动着手 他是站不了上风 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中离玄大喊一声 全军后退 本帅占他 船头上一阵螺响 五龙铺的人全都不打了 退下来了 大部分全都上了船了 中离玄 手持兵人 又打船上纵身跃到岸边 左梁 你家大帅到此 你还敢较量吗 左梁手持宝剑 叫了一声中离玄哪 我看你是不知进退啊 昨天给你个教训 你今天竟敢带着人马追到后山 你能把我左梁怎么样 今日左梁我再奉劝你两句 你要知识打武 马上献出二十万两黄杠银 还不算晚呢 你要不屑 定叫你三破人亡 中离玄也不说话了 吩咐一声 众位弟兄 你们看我擒他 中离玄还是想单打独斗 要跟左梁分个强存弱死 真在嫁王 旁边这几位铺主全都说 大帅呀 您干嘛给他担打独斗 咱们人斗 一块动手把他拿住 不就完了吗 这么说着呢 就听见后边的船上可就乱了 这么回事啊 有打东北角的五龙铺上 飞也相似来了两只船 这两只船可不是大船 非常新型 就跟这小孩玩的船 差不了多少 每只船都是五尺长 六寸宽 这船的两头跳着 就跟你滑雪板 差不了多少 不过是用木头课程的船样 这样的船呢 每只船上 只能放上两三斤的东西 就在这船上 站着一个人 一只脚踩着一只船 嘿嘿 这回可算是脚踩两只船了 这个人中等身材 头发差不多都白了 横别水磨珠簪 边发蓬松的 身上穿着道袍 头上没带着道官 是半道半俗 两道苍梅 望常倒卷着 这两只眼睛 如同灯一样 海下银人胡须 三背后背着一对金人 他一只脚踩着一只船 双脚用力滑着两只小船 这功夫可了不得 这种功夫叫击船力 他的手里头拿着马尾浮尘 晃动双膀 这两只小船就跟飞似的 把水面压成两道水沟 这人是谁呀 这人是六河门第二派的门长 姓萧叫萧汉珍 人称降龙太阅 两只小船到了飞虎舟的旁边 他双脚一动 这小船滴溜溜一转 萧汉珍站稳了 一飞身就上了大船了 楼楼兵赶紧把两只小船 捞到了大船上 钟离璇一看师傅到了 这仗也不打了 赶紧飞身上船 萧汉珍就问 钟离璇 对面持剑者可是坐梁吗 师傅 他正是坐梁 岸上还有何人 还要坐梁的师傅 一阵清风扫进 摸鲁空跟逢尊 哦 好啊 托尔 你退到一旁 待老父跟他说上几句 钟离璇知道 六位师傅当中 二师傅武功最高 脾气也嘴爆 钟离璇赶紧往旁边一闪 这时候岸上的一阵清风扫进摸鲁空 也告诉坐梁 云鹏啊 你不认识他 这个人是六合门的二门派的门长 六合门的主事之人 降龙太岳 萧汉珍 这个人跟别人不同 你 不要上去答话 带威师跟他纷争几句 如果他念起当初门派友好 这事还能解决 要是解决不了吗 威师就得跟他动手了 但是不许你上去帮忙 就是威师跟他决一死战 倘若 倘若威师我死在他手 左梁啊 我告诉你 凭你的武功 你也难保 阳江三套的人 你马上逃出去 八卦门必须成立 联合太极门 到少林寺 请出少林外家 三个门派 共同堵斗六合门 左梁听师父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知道事情已然严重了 这个萧汉珍怎么来了 因为六合门 老哥六个掌握门派 这老哥六个就住在前山神龙铺 这个萧汉珍听说杨氏三套 发生了事情 急急忙忙 驾着自己小舟 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有的 他就是想活擒左梁 萧汉珍问明了情况 站在飞虎舟的船头上 往岸上一看 请问 左梁何在 左梁只好往前迈步 在下正是左梁左云鹏 左梁 你是八寡门的少门长 听说你师父也来了 卢老剑客可在吗 请上来 我有话说 路空往前走了两步 抱群攻守 对面是六合门二门长 降龙太阅 萧老剑客吧 多年未见 你一向可好 我路空来得莽撞 未曾拜山 忘其原谅 卢老剑客 你从何处而来 为什么不走前山 让楼老剑客 通明一声 我好迎接贵客 你到了后山 我几个小徒 年轻不懂事 又不认识 卢老剑客 多有得罪 老剑客 你可不能跟他们 一般见识 不错 我路空应该先拜山 但是事情挤到这儿了 如果老剑客 你要不到 大站起来 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不错 请问贵师徒来到林欢铺 有什么事吗 路空说 您要问 我们师徒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小徒左梁是奉旨前来 要这二十万两黄杠银 那么老朽来 可不是跟他一块来的 我是为了看一看 压黄杠的马显峰老英雄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把马老英雄扣押起来不放 我来了之后呢 来看看杨氏弟兄 我跟杨氏弟兄过去有交情 来看看老朋友 没有别的意思 没想到 你的徒弟带手下人查山 把我们当了奸细 萧老剑客 你能不能帮帮忙 让你的徒弟交出黄杠 我的徒弟好回朝复旨 跟我们门派 跟我们门派当中并没有关系 萧翰震 微微的这么一笑 哼哼 鲁老剑客 你跟杨氏弟兄有交情 你应该前来拜望 杨氏老哥撒 九居七十二座连环铺 当初对我大师哥 有不少的好 萧老剑客 你到这来调停事情 我也是求之不得的 不过 黄河套七十二家连环铺 结了黄杠 并不是我的徒弟做的 那是云南八仙堂 老八仙弟兄的 废德荣干的 老剑客 这件事 内情你并不知道 如果你真来了 能把这事解决了 可都太好了 不过我想问问你 这位山东人刘娇 刘伯扬来了没有 萧老剑客 请问你 你问刘娇干什么 有事吗 这个山东人刘娇 不是太极门的主事之人吗 卢老剑客 他跟这老瞎子治天园 在东京汴梁 欺压各个门派 把我的师弟柳春阳 追得望影而逃 这口气可令人难咽 卢老剑客 你的徒弟做梁 在朝中是猴子 我们也不过是几个武行人 在这立个门派 却不敢参与国家大事 左梁为了杠银而来 我实言相告 二十万两杠银 在这放着 我只是求卢老剑客 把刘娇 跟瞎子治天园 给我交出来 我们双方解决 门中的大事 老剑客 只要你把他们人俩交出来 我马上交出黄杠 老剑客 请你答复吧 鲁空这么一听 心想 我们八卦服太极 太极服八卦 两个门派互相支援 我能把刘娇 跟他的师父交给你吗 小老剑客 刘娇跟他师父治天园 他们的事呢 我也略知一二 我也听说了 在东江汴梁 清旋阁 你们门中的柳春阳 跟刘娇一场大战 这也不过是个误会 销老剑客 要以我之见 咱们武林门中 这些事情 不能掺和到国家大事里去 咱们还是分着办 请你让你的徒弟 先把杠音交出来 然后我再把治天园 师徒两个人请来 咱们交个朋友 俗话说的好 多个朋友 多条道 多个仇人 可多一堵墙啊 就倒是冤家一解不一解 再说 当年老剑客雷电风 也为你们六合门出个例 这刘娇是雷电风的徒弟 你们为什么这么接仇呢 小汉真听到这儿 他应该明白 没想到 他两道银没插的一下 就立起来了 诸老剑客 你说的不对 前天五圣 混眼子雷电风 对我不错 我对他也不薄 干脆 干脆咱们说句痛快的 你要献出刘焦师徒 我焦杠云 从此两霸干戈 如果不献这眼俩嘛 嘿嘿 陆空啊 你们师徒 展示 也就甭走了 鲁空一听 这是要翻脸呢 大宋靠住我跟左梁 好 小汉真 不走也可以 我们不走 你给我们爷俩留这儿 有什么事吗 别的事也没有 只要你们爷俩 跟我回到我这地方住上几天 什么时候刘焦跟瞎子上山 你们什么时候出我这连环铺 不然的话 就连杨氏三套的人 一个也难以逃脱 鲁空一乐 小老剑客 我可不愿意伤害双方的感情 老剑客 你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只好直言奉告 小汉真 你知道 你的徒弟截了黄杠 触犯了王法 而且犯了陆林岛的戒规 你们独吞了二十万两杠银 给陆林岛创下大祸 你这是放纵你的弟子门人行凶啊 左梁是我的徒弟 他这回来并不是堵到你们六河门 他是国家的护朝侯 那刘焦也是国家的镇朝侯 你几组大人只会一万大兵 老少侠以奉旨而来 如果双方真动起手来 你要失败了 后悔就来不及了 哼哼 小汉真 在船上一颤 银然一飘 鲁空啊鲁空 我知道你们 八卦太极有关系 那一家香河 你们还勾结少林寺 我告诉你 你们想欺压我六河门 我是绝不能让步 小怪小汉真对你无情了 小汉真说到这儿 伸手亮出冰刃 他这冰刃是一对孤前抱月躺 这冰刀 这冰刃特别厉害 你要看那形状呢 就跟那大马凳似的 外体有肉 他手呢 攥住一个护手月眼 小汉真 手中攥着冰刃 鲁空啊 我也知道 你那家八卦门的武功高超 来吧 你要打算出去 咱们较量三合 你上了我手中的孤前抱月 我率领所有六河门的弟子门人 把你们师徒送出去 如果你八卦门压不住 我六河门的全身之功 要想走吗 比当天还难 好 鲁空一跺脚 多年没见的老朋友 今天以武相见 我就奉陪你走上这套 你我可一言为定 我要上了 把我师徒送出山去 我要败在你手 我告诉你 小汉真 八卦门从此不成立了 你结了黄岗 我师徒拔脚一跺 东京便良这场官司 我们爷们打了 好啊 那就挺吧 鲁空收拾 锦尘利落 跟左梁说 把你的宝剑 寄给威师一用 刚才威师 跟你说的话 你可千万要记住了 胜了 咱们闯出 七十二座连环铺 如果胜不了 你就赶紧走 你就赶紧走 召紧列位 狭剑 再跟他们六合门 决一死战 左梁 担一声 赶紧把宝剑 递给师父 双方的人一看 这二位老剑客 可要拼了命了 谁敢言语 就单看 鲁空 跟肖汉珍 决斗了 老剑客 鲁空 手持宝剑 倒提紫金炉 封住了门户 降龙太阅 肖汉珍 纵身轻轻一跃 跳到了岸上 双岳左右一分 变开了招数 也封住了门户 两个人挺客气 各道一声 请 请 可是谁呢 也不肯先尽招 愣了一会儿 鲁空的剑 慢慢的 就奔了 肖汉珍的胸膛来了 别看左梁 是鲁空的徒弟 跟师父身旁边长大的 出事之后 师父一直保护自己 但是左梁 从来没看见过 师父跟别人决斗 左梁站在旁边 用心瞧着 就看着两位老剑客 脚底下站得很稳 相隔的距离 足够一丈五六 谁这家伙 也够不着谁 鲁空望上一地招 前进了一步 这个肖汉珍 不躲不闪 宝剑家还离着他 有两三尺呢 也够不上啊 这个肖汉珍一看 鲁空望前迈了一步 他往后退了一步 怀中抱怨 封锁招数 鲁空慢慢的 又把宝剑拉回来了 肖汉珍 左手的孤前抱怨 迎头一晃 右手的孤前抱怨 就奔了鲁空的胸膛了 往前迈了一步 他还了一招 老剑和鲁空 望后退了一步 两人仍然相隔是一仗开外 脸在这儿比划 左梁心里明白 这两位老剑客耗的是内功 斗的也是内功 谁要想进招 那得看到双方的破绽才行 不然的话 尽招是准得吃亏 左梁明白 这冯孙在旁边看着不明白 他急得直跺脚 他嘴里到了 这是剑客呀 辣倒吧 这不是闹着玩吧 这能得还能打仗 我要过去一动头 俩老家伙全趴去 左梁直瞪他 就瞧见两位老剑客 大约走了十几个回合 突然间鲁空一撤剑 宝剑棒背后一搭 一个苏秦碑剑士 左手掐剑绝 往前方一指 刚一落势 萧寒镇一看 鲁空的气口一缓 就找到了破绽 双月往前一推 奔了鲁空的胸膛了 啪的一下 快如闪电 卢老剑客身形望左右一晃 用剑封住双月 噪啦啦 兵刃相碰是火星四溅 响声一过 再一看这老二位 打了几个回合 使得是什么招数 谁也看不明白了 刚才冯顺闲伴 这回两只大小眼都看不过来了 左梁一看师父这么大年纪 动起手来 真如同掉了牙的猛虎 缺了脚的老苍龙一般 这口宝剑 探点波拉 上下翻飞 萧寒镇舞动一队 鼓前抱月堂 就跟闪电一样 风声作响 展演之间就是八十多个回合 没分出谁胜谁败 就在这个时候 听见有人高声和喊 喊震 休得无礼 住手 卢老剑客来到身上 是贵客到了 为了合适纷争 双方的人听见声音 全都望后退 顺声音一看 来了一只小船 上边站着两个人 前边是一位道家 头上戴着九曲莲花罐 头发全白了 两道白眉毛 二目有神 五六银人胸前飘洒 身上披着 无价之宝的麒麟宝铠 外边穿着白颜色 长大道袍 宽领阔袖 要类下 跨着陆皮囊 挂着一只皮巴掌 书中按表 这个道人的陆皮囊里 装的是 镇六河门的一种暗器 叫毒药金沙 他在左类下 跨着一口 架之连成的七星宝剑 这个老道 身带三宝 正是六河门的第一门长 六河剑客 何子修 人称三宝七星 也有人叫他三才七星 这个老道身后头 站着一个陀陀和尚 横打月牙 经过胚散的头发 连臂落腮胡须 这个人 是六河门的三门长 和尚首最黑 法号 浩元 和尚首最黑 是六花